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做程序员超过15年了 听证看见普通程序员的收入超过医生、律师 甚至超过美国总统,也就是这两年 我说的收入就是包括基本工资、股票以及分红 今天我看见美国数据收集网站发布的 2021年全球程序员收入报告 这个报告针对美国各个级别的程序员工资进行了统计分析 程序员收入排名前三的程式是 旧金山、西雅图和纽约 一个参考数字就是美国总统的收入也是40多万 我们可以看见在旧金山 程序员的中间收入是24万美元 西雅图是21万美元 要知道他们的平均岁数是26、27岁 而几大高科技公司的资深程序员平均收入可以到40万以上 2021年美国程序员收入暴涨 还是因为新冠之后 大量热钱涌入高科技公司 所以说实业、运也、命也 程序员遇见了好时候就应该好好享受